砍了大半年的民主基金会执行长 人选今天终于出炉了 韩国瑜证实一直卡关的人事案 直到外交部长林佳龙提出人选才有变化契机 交给记者庄凯宇 民主基金会人事案从今年3月 一直到今天9月25号终于尘埃落定 因为蓝帝双方对于这个人选 的确是有蛮大的不同的见解 那可以看到韩国瑜现在是立法院长 也兼任了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 传出他这个人选他是点名卢叶忠 希望他可以担任执行长 但是民进党对于他的立场有诸多的质疑 那这是今天最新的受访画面 也就是韩国瑜跟林佳龙一同出来受访 那传出其实他们在这个 今天的董事会开会前 就已经先会前会来讨论 要解这个人事案的僵局了 因为直接进到董事会 要举手表决话 到时候大家就难看了 那可以看到为什么绿营会对这个 政大教授卢叶忠有所质疑呢 因为他们第一点传出是因为 韩国瑜属于谁 民进党就越不想给他当 有点卡寒的意味 那么因为他之前 有更改过基金会的补助 甚至揭开民进党 小金库的补助黑箱 最后就是他极力推动两岸交流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定案的人选到底是谁 就是由现在的代理执行长 直接升任为执行长廖达吉 那他是比较偏蓝的 再来看一下 卢叶忠也是担任这个副执行长 也就是蓝的有两位 那另外两位副执行长 由绿的来点名 也就是前驻纽约办事处的处长 李光章 以及前驻印度的公使陈慕明 就这样二对二 看似比较公平 那为什么双方要在这个 民主基金会的人事案 这么的在意呢 因为其实民主基金会 是我方跟美国在 在非公开交流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 所以蓝绿都想要抢 跟美方对话的话语权 说到了电费 国防部长官邸遭质疑 电费破百万 国防部今天重申 顾立雄上任之后 并没有使用部长管设 再请凯玉大门了解 民主党立委黄国昌 先爆料了行政院长官邸的电费 两个月竟然高达15万元 后续也更是爆料 国防部长顾立雄的官邸 他的整个月电费 甚至是破百万 是所有部会里面 花费最高的一个单位 大家也非常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官邸 可以花到百万元的电费 这个地方就是在 士林的梅庄营区 这边有插着国旗的地方 就是这个营区里面的 部长官邸 虽然他先前已经澄清了 他上任到现在 从来没有来使用过这个官邸 不过还是被外界批评 这根本就是杰明技官 但是他们也速度澄清 这个营区并不是只有 这个官邸而已 是整个宪兵的炮兵营 里面有非常多的人 所以这个电费才会比较贵一点 他们也回去统计了一下 其实从111年到112年 所有的列管首长宿舍 其实有7个地方 像是刚刚所提到的 梅庄营区 以及智善 林子口 松园 信义 仁爱 国医中心等等 总共有7个地方 19户的宿舍 他们也回去统计 平均算了一下 每个月的水电费 大约是7592元 并没有像外界所说的这么夸张 他们也认为这个数字 是在合理的使用范围当中 那么现在外界在传 这个国防部长的官邸 唯一的官邸 他的电费破補完这件事情 公布已经速度澄清 完全没有这件事情 那么除了国内的政治讯息 赶快拿起手机扫描 旁边的QR Code 下载TVBSAPP给您最快 最新最及时的新闻讯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